参加拉力赛的方程暴坏了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原因 今天是这个排位赛啊 排位赛刚才最后一辆发车 也是咱们一个方程暴的一个车 这个车也是咱们一个老朋友开着 第一个弯开就没气了 然后车就有点甩 轮毂 磕到简直器弹簧上 把简直器弹簧刻端 磕到简直器弹簧这一块 把简直器刻断了 是一个纯机械的一个故障 这在竞赛中也是很难免的一个东西 这边有防抖圈 不用防抖圈是因为没有防抖圈 还是其他原因 这应该有 应该换个防抖 对对对 没有防抖 没有防抖都造成这么大引发 很多人在问这个方程暴为什么坏了啊 其实刚才跟咱们那个刘兄交流了一下啊 我们也看了一下现场 其实在刚下的前面路段的时候 在第一个窝子的时候 整个轮胎跌了就没气了 但是当跑到这一块的时候 轮毂直接磕到一个石头上 轮毂磕裂了 磕裂以后 轮毂直接顶到简直器了 顶到简直器把简直器直接顶断了 所以就没法走了啊 就是一个纯机械的一个扩张 后面就是把这个简直器拆掉啊 直接换简直器 然后把车开出去 明天继续比赛 其实这次我们过来主要关注的 其实是一方面看它的改装 另一方面 我主要还要看 在这么一个严苛的竞赛的环境下啊 整个方程暴啊 整个动力 整个动力的一个保持 到底怎么样啊 请请关注 套余的方程暴比赛的表现